我們去各種動物園、海鎮館 目前都還沒有看過的東西 這個水槽的長寬都是目前最大的 台大水族的社長 嗨 大家好 我們是南江水族 今天我們來到了這個桃園XPARK 帶阿全 大家一起來看一下這個XPARK是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會以我們這個水族館比較專業的一個知識 然後還有 剛剛乃正哥有跟我們稍微介紹了一下說 這XPARK裡面的一些布置啊 還有一些情境的一些設計 那我們會來跟大家說說明一下 讓大家看一下不一樣的XPARK 不是來這邊指探魚 好 Let's go 首先這邊一開始的這個空間 就是可以看到一個大大的XPARK寫在這裡 這個空間其實就是所謂的一個 轉場的一個空間 讓你慢慢的進入這個海水的世界 那還有這邊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 這種燈光牆面的這種設計 不管是一些魚汁的圖案啊 還有一些這種光影的牆面啊 就可以讓你的這個慢慢的進入這個XPARK的海水世界裡面 相當是有一種娛樂感 因為這畢竟是個日本公司啊 日本公司非常注重這個一個娛樂性 所以說 不是一進來就讓你看到一個魚缸 你這樣可能就覺得很boring 那你進來有一個這個空間 你就可以慢慢的進入海洋世界 好 那我們再往裡面走 我們看到第一個魚缸呢 這個非常高的大缸子 這是他們的迎賓缸 那所謂的迎賓缸呢 就是我歡迎大家進來 我們看我們水族館的一個缸子 好 那鱗鱗鱗呢 我們可以看到 養了很多花園蜗在下面的 那上面呢 有養了一些 應該叫什麼忘記了 玩了 藍鴛鴦鴦喔 鴛鴦系列啦 對 老虎鴛鴦啦 然後那種鴛鴦 那這部分就是全部以魚為主啦 那魚缸的深度非常深 沙子的厚度其實應該也是蠻深的 才能夠養這麼多花園蜗 這邊的花園蜗呢 他們還有養了一些 就是人生的藻類 那花園蜗呢 那基本上餵食的時候都是餵一些蜂蜗 或者是一些生養這類的產品 然後基本上蝦類的都可以食 這也是比較不一樣的 這個這個有個背景是透明的耶 我們常看到的是這一種 左邊那種 對 但是它左邊的這個 哎唷 不大一樣喔 哇 這麼多花園蜗看起來真的是 像小蟲啊 不一樣的風味 銀冰鴦的左邊呢 就是磕棚這種感覺的這種缸子 這就是模擬就是台灣西部海域 有養蚵的這種地方 然後他展示一下說 養蚵的海域下面會是長什麼樣子 好 我跟他講一個很酷的東西 就是他們館內有一個APP 你可以通過APP直接看 對準它的魚 就可以顯示出它魚的名稱喔 很厲害 你可以看到這邊 其實旁邊都沒有什麼解說啦 然後就做得很乾淨 就比較不會給人一種像博物館 或者是像那種真的海生館教學的感覺 你真的想認識的話 下載它APP 那我們來看看 比如說這個 好 考你這什麼魚 它是可以直接自動辨識喔 側帶擬花紙 有沒有 這就是它的這個學名 我們來像譬如像這個 我們來辨識一下 喔 圓眼辨魚 這個呢 六線玫瑰 它這是一個AI的辨識系統 所以說 如果你今天辨識的使用的人越多 它基本上它這個辨識率就會越高 它會越來越進步這樣子 所以這樣就不需要很多看板 你想吃到什麼魚 你就是對準它 喔 它就會告訴你 這是什麼魚 這個是目前 我們去各種動物園 海鎮館 目前都還沒有看過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APP寫真的非常棒 它的這個珊瑚上面 還沒有辦法做辨識啦 那目前就是先魚類為主 他們會把這個database 全部建在裡面 然後透過AI的技術 透過影像辨識的技術 把魚類的這個名稱給辨識出來 我覺得看起來都很準 我還沒有對到有錯的 全文天竹雕 喔 這個 那這個你看都不會錯喔 圓眼燕魚 哇 辨識速度我覺得算蠻快的 對啊 很準而且很快 好 那我們再往下邊走 那接下來呢 剛剛這個比較大的一個魚缸 以後過來以後就是這個 演化的牆面 從原生生物一直到刺激包動物 雞皮動物啊 軟體動物這些東西 慢慢的演化演化演化 其實一切生命都是從海洋這邊來的 那海水呢 就是這個地球之母 一開始有了海洋 我們才會有了我們人類啊 或是海水裡面這些生物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接下來呢 就是一個非常大 就是館內他們最大的一個池子 那這個最大池子 他們叫做福爾摩沙水槽 那這個福爾摩沙水槽裡面 就養了各種的硬骨魚跟軟骨魚 那這個乃正哥哥跟我們說 這個水槽的這個 長寬就是目前這個最大的 那這裡面養了很多軟骨魚硬骨魚 就是像鯊魚啊烘魚這類的軟骨魚 硬骨魚就是像其他的魚類就是 就是硬骨魚啊 那這片的這個壓克力呢 他們是日本一間公司製作的 然後他不管是任何的 防水技術啊 或是這個 製作這個壓克力的技術 都是世界頂尖的 甚至保固10年不會漏水 像台灣地震那麼多的地方 喔地震有時候晃一晃 有時候哪裡漏哪裡裂了 那他們是可以保固10年 確定他不會漏水 所以他們技術已經是非常非常棒 那這片壓克力呢 它的厚度有50公分這麼厚 它是有很多片壓克力去疊在一起 那基本上這種疊在一起壓克力 你看起來也是相當透明有沒有 他基本上是沒有做 沒有看到任何接縫 就是因為他們的技術很好 他們可以做成這麼透明的鋼索 他不會像那種傳統的壓克力鋼 會有那種軀形的 圓形的那種問題 沒有他們這個就是完全平面的 他們就是完全平面的 主要是因為它很多層去疊在一起 那他們就透過一些 壓克力的融合的技術 去把這個壓克力跟壓克力之間去做結合 讓裡面是沒有任何氣泡的 這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因為畢竟這麼大的一個面積 如果說你今天的面積 是可能一個小小的鋼紙 其實或許就很簡單 但是你要讓這麼大一個鋼體的 這個表面的壓克力的製造 是可以完全沒有任何氣泡 而且這麼多層次去堆積 其實是需要非常高技術的 嗯 哦 真的 對 這不是玻璃鋼 這個是壓克力鋼的 然後我不是導覽員 我只是就拍影片的人 不過你也可以問我 沒有關係 我們是南鄉水族 在台中水族館 有細節可以來看 我們在賣水族生物的 那我們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 你可以看一下現在的這個光線 還有這個水的這個透度 其實好像不是這麼透 主要的原因是 它這其實是一個露天的 他們上面其實就是沒有任何遮蓋的 所以它是踩自然光下來的 這種水體 這種鋼體 所以說它會依照不同的時間 比如說早上週午晚上 或者甚至下雨天 它會有不一樣的光影的變化 那為什麼現在看起來水濁濁的呢 主要就是因為 現在是比較接近中午 太陽又大 所以魚缸裡面會有一些微細藻的成分 就是一些很小的藻類 所以水會看起來比較沒有這麼透 但是一到下午以後 太陽開始慢慢變小了 他們過濾系統開始運作了 臭氧氣開始打了 這些微細藻就會開始慢慢的被 這些東西處理掉了 處理乾淨 下午看起來就會變得非常的透亮 所以說 這水霧霧的並不是水髒喔 並不是水質不好喔 它只是微細藻的成分比較多一點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魚好了好不好 大型的這個軟骨魚 我其實不是那麼清楚 可能是什麼鯊魚之類的 看一下 欸可以耶 試用期滿意嗎 先關閉 欸有欸 NO 要付錢 這次太多怎麼要付錢了 反正大洋池裡面 這個波羅摩沙池裡面的這個 魚類也是可以透過手機去變色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魚的尺寸都非常大 大魚大概跟我頭一樣大 它還有那個雙技鯊 有沒有看到這裡 喔雙技鯊真的是 我其實小時候最愛的就是這種鯊魚 看起來超帥的 那我們看一下上面 上面這個銀鯊是不是 對 這樣看起來真的是非常壯觀 因為它的數量真的是非常多 那他們定期呢 他會在某個時間點 會有一個銀鯊的衛食秀 那乃正就跟我說這邊 這個銀鯊衛食秀 會跟一般的衛食秀比較不一樣 它會有一個特別表演 那他們還會有一個宮崎駿專門為Xbox寫的一首 宮崎駿配樂詩法還是什麼的 那專門為他們寫的一首就是歌曲 然後來搭配他們的這個衛食秀 那這歌曲呢不是免費的喔 它是定期要付給他這個版權費 然後跟他租這個歌 然後來放的 那但是透過這個音樂啊 跟這個衛食秀的結合 讓它看起來會是一個非常壯觀 而且又非常就是 Beatful的一個這種 這種心靈舒暢的感覺 那我們再一起欣賞一下這個大康斯吧 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這壓克力鋼到底有多厚 我不知道這個攝影機拍不拍得出來 但是這邊是有一個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隱約一條線 很清楚 很清楚 這條線就是他們壓克力 兩邊壓克力結合的地方 如果仔細看呢 我們可以看到裡面的壓克力大概是 每片厚度大概這麼厚 它是像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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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成這麼厚一片起來的 可能二三十片喔 然後是二三十片大概這麼厚的 然後去接成一片這麼大片的 然後呢這樣一個方形的 它再一片一片接起來 它是這樣製作的 那整體的製作工藝我覺得是非常的好 因為其實遠遠看是不是很明顯 看不太出來 在這個大洋池前面 你可以非常近距離的跟這些 有沒有 鴻魚鯊魚 有非常非常近距離的這個 算接觸啦 因為我們就只跟這些鯊魚隔著 這個五十公分的壓克力而已 你可以非常近非常仔細的去看它們 那剛乃森跟我們說 像這種池子啊 因為它畢竟是以太陽光下來的 它這個在清潔上面 它們每天是必須要有人員下來做清潔的 不然是不可能看到像這樣 這麼乾淨的這種造景石頭的表面 還有這麼乾淨的堵砂 還有這麼乾淨的鋼壁的 所以這都是需要花費非常大量 人力才能夠辦到的事情 所以大家來這邊看到很漂亮很漂亮的魚鋼 並不是它本來就非常多漂亮的 其實他們的館方啊 他們的這個 水族館也花了非常多人力 去做維護這件事情 好 那我們往下一站走 下面後面好像就是水母 海豹 海豹 海獅 汽油之類的 那我們一起去看看 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的珊瑚前行 珊瑚的部分 那就是我們最專業的地方了 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X-PARK的珊瑚鋼 養得到底怎麼樣 那首先呢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其實我們進來 這是一個U型的鋼子 這個鋼子是非常的壯觀 那我們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畢竟這個是 海豹館等級的魚缸 那它的這個 飼養的方式 還有它們的維護成本 還有它的水體量 它這個整個量 都是跟我們一般自己 在家裡面的這個 飼養上物是會有很大不一樣的 你如果真的要像 養到這麼出色 你是需要花非常多時間 非常多成本去維護這個水質 所以說 它們的展示方式 會是以比較大 然後比較就是 生態豐富一點 還有看起來比較壯觀的方式 去呈現 那會跟我們一般 在家裡面養這種 精緻型的 會稍微不同 那這也是很多人會覺得說 為什麼海參館的東西 說難聽就是 有些人會說養得很爛 或者是養得不太漂亮 或是技術很差 那其實呢 我個人是覺得 他們一定有他們的難處 他們一定也想把東西養好 只是呢 因為公司可能他們 日本方那邊會覺得說 他們就是會有一些 設備上的要求限制 經費限制 或者是 他們在管理上面的一些問題 所以 他們一定也是想把鋼子養好 但是就 可能比較沒有辦法 養得像我們自己在家裡 自己照顧得這麼徵服器 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這個珊瑚池 到底有什麼東西 你看 那個 很大隻的這個白蝦虎 有沒有 青頭沙 對 雖然說是珊瑚池 但是我目前看到的珊瑚量 是比較偏少一點的 珊瑚蕭魚類部分 都是還蠻多的 像是一些稻釣啊 狐狸啊 龍頭魚啊 或者是剛剛看到下面的蝦虎魚啊 雀雕啊 這種的櫻鴿魚啊 有沒有 這之前你有釣到過啊 對 對 這些東西是比較多 那我們一些這種 瑋孔珊瑚啊 有沒有 然後右邊有腦珊瑚啊 好 那我們珊瑚池裡面呢 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 底部的部分 放了一些比較弱光性的生物 那因為他們使用的是 乳素燈具 所以看起來會比較接近 自然光的感覺 所以呢 比較不會有這種 我們魚缸裡面看起來 這麼一光色系的感覺 好 那下面的話 放一些比較弱光性的 這種飛盤 牛蛇這類的珊瑚 旁邊呢 有這個藍頭 這邊有蠻多藍頭珊瑚的 你們看到都在這裡 在飄的這些 那這個打藍燈下去 一定會有顏色 只是現在目前看起來就是 比較咖啡色啦 那也是因為沒有藍燈的關係 所以 我覺得這也都是非常正常的 那我覺得還有一個可能 就是因為如果說 你要讓民眾來拍照啊 你要讓民眾來欣賞這些東西 他希望呈現一種 比較大自然的這種感覺 你浮潛上看到的其實 就是這個顏色 所以這個 我覺得也是蠻自然的 如果是沒有養過 一般的民眾來看 哇 很多人浮潛也沒有看過 什麼狼頭 或者是這種飛盤珊瑚 浮潛可能就看到 一般都是看到硬骨 比較多對不對 或是香菇類的 大香菇 那是大香菇嗎? 應該就是那種靈芝啦 大靈芝那種比較多 好 那我們再往上看 上面的部分呢 後面我們有看到 非常大顆的藍頭 對啊 然後再來 我們下面還有這個 櫻谷珊瑚 那櫻谷珊瑚 它是需要比較 需要比較高光的這種珊瑚 所以它是比較 放有比較中上層 為什麼石頭上看起來 藻類這麼多 主要是因為他們管方啊 他們希望可以在這個 池子裡面養的比較多的魚 魚的部分 因為他們希望說這整個 看起來熱鬧一點 生動一點 而不是只是只有展珊瑚 所以說魚越多的狀況下面 他們對水池的要求啊 他們這個水池的控制上 就比較不會這麼簡單 那所以說 藻類因為這個硝酸眼 或者是一些水池上面的問題 就會藻類長比較多一點 這邊就有一些生態的導覽 就是什麼 介紹一下什麼是珊瑚啊 那珊瑚是有做什麼用啊 珊瑚有什麼功能啊 那其實我們也簡單 跟大家介紹一下 基本上珊瑚就是 它是由珊瑚蟲構成的 那珊瑚蟲呢它是 很多人都是小珊瑚 然後手先手拉在一起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看 我們跟許柏拍的那支影片 珊瑚其實就有點像是 海裡面的亞馬遜叢林 它是可以在 幫這個地球 有沒有 吸收二氧化碳 就是海裡的生理 這種感覺 幫地球減少這個二氧化碳的這個 產生啊 它可以吸收這個二氧化碳 然後合成骨骼 建立珊瑚蟲 建立一些珊瑚蟲的地形這樣 哇這個壓克力鋼喔 然後裡面都 滿好的 重本喔 好 那這個是藻鋼 那藻鋼這些藻類呢 工商一下 我們店裡面也都買得到 對不對 這個綠綠的這個藻 還有這個火焰藻 紅木耳的藻 這個 我面前都有耶 三代的燈 有沒有 H&B三代的燈 那這個拿來洋藻 綽綽有餘啊 哇 照浪又好的耶 照浪又燙死的照浪耶 燙死耶 燙死德國的照浪 高級的 那這邊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這個叫做日式藝流館 日本人 一開始就是日本人 開始喜歡用這個 一流館 一開始挖個洞 然後套個一流館上去 浸珠水都在這裡面 那這樣子就可以 比較簡約的 把浸珠水都把它 放在土的地方 比較不會站立 用浴缸裡面的空間 那日本人蠻喜歡做這樣 但我覺得這樣的缺點 是因為他們都喜歡用 透明的這種罩子 透明的罩子呢 就會讓外面看起來 藻類是稍微 稍嫌比較多一點啦 你就定期要去清理這樣 隔壁這邊就展示了一些珊瑚啦 像是 這個 尼羅河 腦類 還有 滑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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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腦類這樣 那如果有氧商務的朋友 其實這些東西 大家在我們店裡面 其實也都可以看得多了 這個這個這個 快 就下載這個 有沒有 Lini Lens 下載這個 但是呢 我告訴大家 一天最多可以少十種生物 免費的 超過十種 目前 目前 我們剛剛不知道要十六十種啊 不然我會 解減一點用 如果呢 你要有下載的話 記得一天只有十種 免費 那我們今天往下看 喔花爐耶 我們看一下花爐好了 喔 喔 看起來不一樣耶 這個感覺 不貴喔 這個我記得我在日本有看到過 日本的這種 這種花爐的售價 我記得是還蠻高的 這算應該是高單價的花爐 因為這個 我在日本的這個水族館的 這個辦售的這個照片裡面 我有看到過這些 單價我記得都還蠻高的 接下來擬太 它是講擬太系列 就是 這個生物會 模擬成環境的顏色啦 那就像這種燕魚 它的身體的顏色 會比較像背景石頭顏色 還有像是那個 偽裝蟹 那偽裝蟹的話就是 它會把一些東西 石頭啊 或是黏在自己身上 我黏很多在自己身上 然後偽裝成 就是附近的環境的樣子 那如果養珊瑚缸的人 他就會把一些珊瑚 黏在自己身上 有點討厭 現在這邊都是一些 圓柱形的缸子 那展示一些 非常大隻的魚 極大頭 那這個看起來非常壯亂 我有個疑問 什麼問題 就是為什麼 你看這個大缸子啊 它的底砂 就是它還要鋪底砂 它不要落缸 我覺得這應該就是 日本的不堅持 因為 你如果一個沒有鋪底砂的缸 看起來就非常的人工 它這個已經有一點人工了 你如果這樣沒有底砂 看起來就會 不是這麼自然 再來是你鋪上底砂 你可以讓這些生物 就是稍微有一點底砂功能 模擬環境的樣子 才不會讓它覺得說 它就一直待在一個 完完全全人工的環境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這邊呢 就是一些小生物 螳螂蝦 螳螂蝦 大家應該不陌生 就是可以發出那種 拳擊那種 那它們有躲在一個 可能幫它挖一個洞 螳螂蝦躲在一個洞裡面 我們還在掃描這個 螳螂蝦 那這邊呢是小狗沙 喔好可愛喔 小隻的狗沙 這個大概只有十五公分長喔 十五公分長而已 那這種狗沙的話是 吃一些無脊椎動物啊 或是小魚為主食 那它是軟生的鯊魚 那每次產卵呢 會有六到十顆軟甲 經過三十天到四十天 會附著小鯊魚 它會分布在北部跟西部海域 那狗沙其實就是那樣啦 它也有看到狗沙蛋 狗沙蛋就小小一顆軟鞘那種 火焰烏賊 就是火焰花枝 火焰花枝呢其實它是一種 有毒性的這個烏賊 然後它的顏色體色還是滿鮮豔的 那它之後變色 它會有點顏色的改變 所以你可以看到沙子上的比較白 那上面的呢比較黃 這都是會有不一樣的 顏色變化的一種花枝 那花枝跟物賊類其他都是會變色的 那就是會看環境 還有看它的心情去做顏色的改變 接下來就是淡水區了 沒講到淡水區也能講喔 台大水的社長 什麼都養過好嗎 這個是淡水魚之王 七彩 算是淡水魚裡面 最鮮豔體色的一種魚 那你可以養在草缸裡面 它會把小寶寶噴在嘴巴裡面 然後嘴巴打開 小寶寶就跑出來 它是這樣子帶小寶寶 那這個是 紅筆剪刀吧 然後日光燈 屬於 有沒有 我們都知道 好厲害喔 拜託 身為一個專業的水主管老闆 我們淡海水雙漆 是不是啊 那這個是南美蜥蜴 沒告訴你 蜥蜴我也可以 建國中學生物研究社 社員 社員 我們以前也有一陣子 我們是 我是兩生類的那個 蜥蜴部門的 那我以前都是養一些台灣原生種的 像是那種 潘溪 潘溪類的 或者是 像是石龍子 石龍子那類 尾巴藍色那種 我們以前都有養過很多 還有養過很多樹蛙 這邊展示了不同種類的蜥蜴 還有這種半水路的缸子 這種半水路缸子 你就可以看到 模擬這種叢林 模擬這種半水生的環境 讓我們從側面去看 會有一種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你看 模擬閃電 上面有大嘴鳥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面 下面這個部分 你看我們上面 他們有養了一些 那個叫做銀帶 銀帶魚 有看到嗎 然後呢這邊有養一些 這應該是食人魚這一類的 某一種食人魚 因為食人魚類這類我比較不熟 這要銀板 銀板 然後還有這後面那個 嘴巴大大的 這個以前我們深顏色的 那個副色檔有養 阿瑞有養 阿瑞養這個 他養很多 那這邊就是一些 比較大型的伴水魚類 那當然色彩上 可能就不會有 像海水魚這麼鮮豔 不會像海水魚的 山蝠椒魚類這麼鮮豔 但是這邊的這個 魚類的種類 我覺得也算不少 也算不少 那大家有興趣 對淡水有興趣的朋友 也可以來這邊看看 那接下來這邊就是一個 就是它有一半在陸地上 一半在水裡面 這種伴水路的缸子呢 就是適合養一些 海藩類 養一些就是比較需要 潮濕環境的一些植物 那這些植物呢 它們基本上就是 脫光線去養殖就好了 那因為植物它不像是山蝠 需要這麼強的光 所以基本上用這種夾燈 其實就可以做 這個圓弧形 一個圓柱形的缸子 大家一看 在大水口邊這邊就是藻類 藻類缸子 那它們就是透過這個 一流的方式 這邊水滿出來 會流下去 創造一種 步步的感覺 那河流這個 在亞馬遜或者是一些 其他的河流 其實也蠻多的這種水 所以會流去沖刷這種 這種樣式 也是模擬一下這種 這種感覺 那也讓大家拍照起來 很漂亮 看到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我們看一下超級大張魚 這個呢其實 台中港也蠻多的 但是可能沒有這麼大 對啊而且你看喔 這個皮膚的紋理 看起來其實 我感覺上應該是 蠻有年紀的 因為這個 看起來有點粗糙 然後有沒有尺寸還蠻大 接下來到了這個深海的部分 深海部分 它就布置的比較黑 那這個黑黑的環境呢 讓你比較融入這個深海的感覺 然後就是從這個走到的 就把你帶入到這個情境裡面 這個是日本的大眼雕 就是我們就說的 叫大木沒有木在 這種魚是比較深海的魚 所以它眼睛就很大 那它目這種魚呢 為什麼它的眼睛會這麼大 就是因為它在深海裡面 它需要比較好的視力 因為深海裡面的光線 是很微弱的 所以呢 它眼睛要大一點 可以接受到更多的光線 它才能夠讓它看得到獵物 它要躲避一些敵人 哇這個這個 這也是好吃的 帝王蟹 這要不算耶 我知道嗎 帝王蟹好像不一樣 帝王蟹跟這種 我們這些長角蟹好像不太一樣 因為帝王蟹好像理論上來說 好像跟一般的螃蟹是不同顆的 這本來大家也會告訴我 這個到底是不是 帝王蟹是怎麼樣 因為我最近其實 我之前有研究一下帝王蟹 因為我沒有吃過 然後我之前就在看 那個台中帝王蟹 就是大概多少錢 然後找研究一下 想吃 對沒錯想吃想吃 我們大學的時候 我們自己就有開了一個課程 就是教我們的社員 大學水族社社員 我們一起來製作這個透明魚骨標本 那透明魚骨標本製作其實是蠻繁複的 因為它需要先把這個肉給去掉 肉去掉以後呢 它需要把骨骼做不同的染色 軟骨可以染一個顏色 硬骨可以染一個顏色 硬骨可以染一個顏色 所以你才會看到說 有這麼多 比如說黃色啊藍色啊紫色啊這些不同的顏色 就是因為它們是不同的骨骼 它們可以吃進去不同的這個染色劑造成的 有沒有這就是透明魚骨標本 有人把它做成就是那種鑰匙圈那樣的感覺 那這邊布置的是非常棒 就是不管是這種標本系列的感覺 3D的 你看這個 3D投影這個還蠻酷的 頭上還有魚啊蝦子啊 鵬蟹嗎螃蟹 布置真的是蠻棒 接下來這邊會有一些就是 互動區讓小朋友玩玩 就是一些小遊戲 讓小朋友就是 點點平板 然後家長可以在這邊休息一下 你看家長都在坐著休息 帶小朋友大內的 來這邊坐一下 這是大家都很需要的 有小朋友都懂 我也有點懂 越懂得懂 然後接下來就是水母的區域 就這樣拍照好了 然後畫免排隊拍照方式 那這個水母呢就是 海月水母大家很常見的 那我們 我們之前店裡面也有在販售這海月 那海月的顏色就比較淡一 就是透明的蛋黃水母啦 還有這個活包蛋水母 那超級像那個塑膠的人 這個叫做花麗水母 還有兩種觸手 大量增長的閃邊 閃邊上有少量的短觸手 然後還有這種小隻的流手水母 那就是珍珠水母 欸可是為什麼 你看啊 這個當王美強拍也很棒啊 為什麼一定要去剛剛海月水母那裡 接下來這個是海赤水母 海赤水母的區就會非常長 那海赤水母的這個 比較大是屬於比較大型的水母 那它的毒性也會比較強一點 那這個身體上的這個顏色啊 就會比較有額黃色這種樣子 它是以其他小型的水母或浮游生物為食 它是吃小水母跟浮游生物 所以這是要餵水母食 餵要吃水母 其實因為我們以前有去參加 參觀過這個日本的這個 斯米達水族館 那他們也有展示水母 他們也會有一區是像這樣子 其實都是很相像的 就是告訴你說 水母是怎麼樣繁殖 是怎麼樣培養的 那是怎麼樣製造水母的耳料 像他們製造水母耳料 就是用風名蝦 他們鋪風名蝦的蛋 把風名蝦鋪成這個無解幼蟲以後 然後來投餵一下這些水母 那水母的水吸體啊 從小開始一直到大 是長怎樣 他們這邊都有做展示 水母的鋼子在做繁殖 或者是在飼養的時候 他們都會以這種圓形的鋼子為主 那為什麼要以這種圓形的鋼子為主呢 主要就是因為水母的水質 比較不擅長游泳 那這樣子圓形的鋼子的話 它這個水流的循環交換速度就會很慢 它的吸水口跟入水口的這個 這個流量就會很小 那我們在投餵耳料啊 或者是我們在水母在游泳的時候 它就比較不會影響到它的這個射死 或者是它的這個游泳的狀況這樣 比較不會說有吸水口 然後就破壞到它的這個結構 這個器官 因為水母是很脆弱的 所以說如果說吸水量很強 就不行 那你看這個呢 它其實沒有任何的連通的那種 它就是靠一個打氣 製造一個水流 讓這個鋼子做循環而已 因為水母對水質的要求其實不是很高 所以說它們在繁殖的時候 它們其實定期討換水期 就可以維持這些水質 這裡所有的光影的設置啊 所有的這個水母的牆啊 水母的柱子啊 都做得非常漂亮 它大量的運用這個鏡面的反射 讓這些光影去做折射去反射 讓你看到 覺得這個光線是非常非常漂亮 非常絢麗的 那你看在這水母旁邊 這就是海月水母啊 你根本就不用再全部拍照 這裡是有嘛 幹嘛在那邊排隊 對不對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水母的鋼子啊 基本上都是要以圓弧為主去設計 你不會看到任何方形的鋼子 因為主要就是水母就像我剛剛講的 它需要一個緩慢的水流 那緩慢的水流 如果你是方形的鋼子 水就容易有死角 有死角的時候呢 就會比較 拿去做清潔 會比較多一些雜物 或是一些碎線的淤積 所以說水母鋼就會 都是圓形的 就是這樣子 因為水母本身的顏色 是比較透霧的 那打上了光以後 水母就會有產生不同顏色 拍照起來效果的 就會完全不一樣 接下來是企鵝 那企鵝呢 在台灣其實大家也滿容易 一個人看到的啦 企鵝啊 企鵝慢慢想要養一隻 慢慢想要養 那看有沒有 有人要贊助一下 就我們可以養企鵝 企鵝是保育的動物 然後企鵝就是 它需要有特定的這個 比如說你是開動物園 或是你要經過特別的審活 才能夠飼養 這一般的家裡其實不像波浦先生 想一想就可以養 那之後企鵝館下來以後呢 這邊還有一個 企鵝同樂 他們在每個場次 會有一些生態的解說 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給大家看看 那接著企鵝館完以後就是 就是美食區啊 逛完了 肚子會餓了 就可以來這邊吃個東西 然後這邊有一個餐廳 那餐廳也融合了這個 有沒有 也是有十萬元 住在裡面 非常漂亮 好接下來呢 出口的地方就是禮品區 你要買一些就是 X-Park的相關周邊產品 比如說餅乾啊 企鵝的抱枕啊 玩偶啊 其實都可以在這邊 來採購 東西都很多啦 大家可以自己來看看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大概到這裡 那這個X-Park的相關介紹呢 我們做一個比較我們 我們自己 認知 我們自己 對於這個 對海洋生物的認知 然後對大家做一個 整個介紹這樣 那因為今天時間 比較緊湊啦 那影片也拍得比較趕一點點 所以說 如果說有介紹不好的地方 或是大家想要聽到 什麼樣的介紹 或許我們下一次 也可以再好好的為大家介紹一次 OK 那就這樣 希望每天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對於影片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 想要了解更多知識的朋友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我們也可以再回答大家 那這樣 下集見 掰掰